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的都江宴打开了栏目 半决赛的三番棋对阵分别是谢赫对范婷玉和李昌浩对朴婷环 这两场大戏都要到26号才能决出最终的结果 好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赵首寻武段 为我们带来2012年中信银行杯 全国围棋电视快棋赛的精彩击碎 之后我们还是要请上王源八段和球丹云二段 为我们联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首届中信银行杯 中国电视围棋快棋赛的精彩对局片段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小将的精彩的表现 还有在老将中也有像罗喜和九段这样不俗的表演 今天主要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很特殊的棋手 他是以业余棋手的身份参加赛事 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就是胡玉清 胡玉清当然我相信大家对他已经是很了解了 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业余棋界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吧 他是在很多的业余赛事中都有过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么在职业棋赛中他又会表现如何呢 这一直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他在这个本届的比赛中啊 不仅是进入到了本赛阶段 并且在本赛的首轮就让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大跌眼镜啊 爆冷击败了陈耀叶九段 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名棋手 接下来呢 他又在这个十六强中是击败了周贺阳九段 又是让人家觉得这个非常的意外 最后呢 他是在这个八强赛中啊赋予了联校 那么这盘棋也是下得很精彩 但是最后呢 输的有一点点的遗憾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盘棋 看看胡锡青的精彩的表现 这盘棋是联校的黑棋 黑棋这个 现在我们看这个局面啊 黑棋现在的实地已经是大大的落后了 因为白棋在左下角 这块非常的扎实 这块空位也很客观 那其他的地方呢 这个局部 还有这个角都是有一点点的实地 最重要的还是白棋 它在左边有相当大的潜力 这条边上潜力很大 那么黑棋来讲 黑棋的实地呢 仅限于这个小角 和这块棋 这块空现在暂时来说 还是不能称之为确定的地吧 因为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封锁 那所以说实地来说 黑棋已经是大岔 那这个时候黑棋唯一一个希望就是要吃掉白棋 这条大龙 这是黑棋现在在这个局面下需要努力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清楚啊 这个沙大龙谈何容易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联校 现在他已经 这个局面已经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不利了 他实战 黑棋 这一飞 开始尝试屠龙 这条飞 可以说是一子多用的一手 非常的 下得非常的好 这条棋首先是破坏白棋的眼位 同时将黑棋这块和这块两块薄棋 争取联络在一起 白棋冲 黑棋挡住 那这个时候呢 局部其实白棋可以分段黑棋 比如说挖这个 这样黑棋只有接上 白棋就渡过 这可以分段黑棋 没有问题 但如果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一飞 这个局部来说 白棋无法阻止黑棋从右边渡过 比如说 这个刺一个是算白棋先手吧 这没有关系 接上 这样黑棋依然是一个 可以渡过的棋形 这冲 它就挡住 这个爬 也都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但即使像这样 我们看白棋还是无法阻止黑棋渡过 白棋因为自身这个地方有缺陷 这一挤就把白棋断掉了 但你如果这样防守呢 这黑棋一小肩 这很明显是一个 可以一路渡过的一个棋形 那如果黑棋只要渡过了的话 我们看白棋这条大龙也就宣告阵亡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一只眼都做不出来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 目前来说白棋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实战 飞了一般 这也是给白棋出了一道难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中心银行杯的电视快棋赛的规则呢 是30秒一步的快棋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下一步棋都是要在这个30秒之内做出的一个决断 那现在的这个局面首先涉及到这个屠龙 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了 再一个就是从视觉上来说呢 现在我们刚才的分析 这个胡玉清 就是直白的胡玉清 它现在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该如何去度过这场危机呢 我们来一起欣赏 我们刚才说过直接去分断黑棋 这个不行 这个分 即使分断黑棋 黑棋这一飞可以度过 那怎么办 如果你去这边阻度 比如说你拐 这样也不行 黑棋很机敏啊 在之前它先断了一下 这个地方黑棋断跟白棋打吃 交换了一下 这也是连校 他虽然年纪轻轻啊 但他比较狡猾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去拐这个 那他就把这边连上就可以了 这样由于断了一下之后 白棋这边是度过的 一般它可以冲 这样白棋无法度过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要想在局部做出两只眼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拐也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分断这边 人家可以从这边度过 你分断这边 人家可以从这边连 这棋看上去白棋 就好像是很危险了 但是这个胡玉清啊 果然是高手 他有自己的办法 实际上他下出了这招 绝妙的一挖 这招挖实在是 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一手啊 我想它是出自一个 业余棋手之手 也是 可能是让大家比较吃惊啊 这招棋的确是下得非常的棒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黑棋当然只有两种打吃 只有这两种下法 比如说你从这打 那么白棋就退 这样呢 黑棋 这个地方是有个断点的 但你如果要去防这个断点 比如说你接 这样白棋打 先手打了之后 这样白棋再去分断黑棋 这个挖或者断都可以 那黑棋这块棋就已经死掉了 就我们刚才看的黑棋这个飞的手段啊 就肯定是不能成立了 这白棋多了好几颗棋子 所以说这个棋呢 这一挖黑棋是不能从外面打的 它也就是逼着黑棋只有从这打 那白棋长 黑棋粘 这时候白棋再顺势拐下 这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拐下的变化 就完全不同了 它交换了两下之后 你如果再补 那这样它这一段 白棋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联络 这时黑棋 这个可能是他没有想到 比如说你打吃 因为白棋这个力先手啊 这个力先手 之后他可以从这个方向打破 这样白棋就顺利的通联了 那么所以说呢 黑棋这个时候呢 黑棋想继续杀白棋 他也不能走这个虎 他实在呢是走的这个斑 他是想还是想先把白棋分断 之后再考虑这个自身联络的问题 可能也是形势所迫吧 这个时候白棋 黑棋也是必须要杀白棋 然后白棋是从这断 断的时候黑棋呢 跳 双方下的都是很紧凑啊 白棋挖 这样黑棋接 这个白棋如果从这打吃 黑棋还是可以打 这个还是不能分断黑棋的 所以说呢 他从这加 这个地方看似双方下的眼花缭乱 杀的眼花缭乱 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很简单的目的 就是白棋 就是想办法把这条大龙联络 那黑棋呢 是想办法阻止白棋去联络 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去进行的 这里面的变化是非常的复杂 我们在一时啊 在这个阶段也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给大家讲清楚 那最终呢 胡玉清是在这个局部是形成了一个打劫 但是他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啊 要不然的话 他是可以顺利的连回大龙的 那最后形成打劫的结果也是 他顺利的度过了这场危机 也是取得了局面的一个领先 但是很可惜 可能是由于这个快棋啊 在最后阶段 他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好 让这个联校 他是一点一点的将局面搬回来 最终还是联校取得了胜利 那这盘棋的内容上来看 胡玉清下的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在之孤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首妙手一袜 下得非常的好 好的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感谢赵手群五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王源八段和球丹云二段 为我们联媚讲解 2012年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为期甲级联赛 十月五段对陈耀叶九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呢 就由我和王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这盘精彩的对局 好的 这个十月对陈耀叶 十月是五段更年轻一点 是的 陈耀叶九段呢 他实际上下这盘棋的时候 他的等级分排名已经是第一了 已经是第一了 只不过还没公布 关心我们这个围棋界情况的棋友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这个等级分 但是等级分呢 他显然是过一段时间公布一次 他不能天天都公布 这个等级分天天都有变化 是不是 那么实际上呢 在下这盘棋的时候 陈耀叶九段已经是中国职业高手等级分排名的第一了 当然十月也非常优秀 对 他已经跃升到第三了 这两位都是上升势头 特别猛烈的人 因为陈耀叶当时还没有进入前三吧 还没有进入 他一下子就跃升到第一了 大家还是有点吃惊的 当然以他的实力来说 我们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很好 我们看他们的棋吧 这个黑棋是十月 这个开局我们大家都会下 几招之后呢 主要是会出现一个场面 这个场面非常多变 非常有趣 中国流 这个大家都会 然后从后边来迂回 迂回完了之后 黑棋在右上角 小飞 小飞 然后到左边去挂 白棋小飞完了之后呢 黑棋在这里挂脚 这个都比较普通吧 对 这个很普通 但是普通招法背后隐藏着非常多的变化 下一招白棋跳 跳 对 黑棋在二路飞 我们的故事 续盘阶段的主要故事马上开始了 下边一招起白棋碰 他在这 对 靠了一下 对 这个我们骑游也会了 因为这招棋现在在棋盘上比较流行 大概已经有十年了 挺多的了 对 下面一招棋黑棋二路斑 然后白棋突然到上边去煎冲 这个逻辑性小乔游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我想应该是一种引针的手法吧 对 先把这个针子的变化摆一摆 这边先不要考虑 在这边呢一般来说它是会这样下 断这个的时候黑棋打吃 没错 白棋长 黑棋爬 然后翻吃 在接上 打吃 对 这个变化比较有代表性 是的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针子 这个就叫万里长征人未还 好 没有这个子的话就针掉了 对 但是经过这个交换之后 非常巧妙的 就针不掉了 是吧 是针不掉了 是针不掉了 现在打到这里 然后它一吵 对 从这儿打 它接上了 接上了 这招棋 无论你爬这个还是贴这个 是 它都引着针了 引着针了之后 它交换完这个之后 就控制了黑棋的这个变化 黑棋就不能这样选择了 对 所以它的出发点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地方的故事就非常精彩了 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实战 这个实战带来了很多想象 可以说在围棋界给我们的开创 又有好几个科研的科技 我们接下来看看实战 当然它针子不利了 就要补 那么陈晓晓晓 当然就在这挡了 挡下去 双方突然之间 把行骑到大方向 就像行驶火车 这个在铁轨上 咔嚓一下 一个扳道岔 它这条路就走到那条路上去了 很有趣 贴起来 贴 再长 然后这招提掉 因为它如果不提的话 被白旗一长 还有点困惑 也不知道怎么补这两个端点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盘棋 这盘棋非常有味道 但是一盘棋它味道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均匀地分配一下 那么续盘阶段 第一个味道就是在这一带 这一带稍微给大家多用一点墨水 多用一点篇幅给大家聊一聊 首先是下成这样之后 我们来看 小球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把左边这个定型的手术给它解剖一下 我要问邱丹云几个问题 就下成这样之后 当然黑棋来拆一 这招棋缓了 很险的 是吧 不要说你要走就要拆二 而且飞完了之后 人家还没有兼就拆二 这个也是觉得不是很满这行棋 好不说了 那么这招棋缓了 对 邱丹云你说这招棋老是交过 交过这么下没有 做一个糊口 这肯定不行 是吧 大恶手 是的 你怎么形容都可以 但是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跟你交换了一个这个 它塞进来送你一个 你把它拔掉 就下成这样 对 所以我想请你给我评估一下 我先说跟大家解释 这是没有结论的 评估一下 就是黑棋的第一个缓 第二个大恶 和白棋塞进去 被它拔一个 但是白棋一手棋没花 塞进去拔一个 这招棋 你说它的过错有多大 那么两相比较 双方都有过错 两相比较 最后的结论是谁好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很有趣 对 很有趣 因为现代棋它非常自由 对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拔了花之后这个形状 现在来看 我们觉得发现黑棋 它这个建筑物 确实是修得 像堡垒一样 对 堡垒一样 招数有点多 它花的钱有点多 因为一招棋 它必须要值一定的钱了 它花的钱比较多 但是从以后来看 假如这朵花 对中盘的战斗 对全局的战斗 将来有些呼应的话 它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尤其是在职业期间 大家破出迷信 现在已经是 我们年轻人破出迷信 已经是破得稀里哗啦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 大家还是有情节的 什么东西呢 就是拔花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拔花它跟作眼连在一起的 对 所以中心开花 三十目这个说法呢 现在虽然贬值了 但是大家还是承认它 一定程度承认它的 所以拔花它的特殊的作用 在我们围棋的棋盘上呢 现在这个破出迷信 还没有把它破除 因此呢 这个东西是个无解的 但是说到这一点呢 主要是供我们的棋友来品位啊 就是一个棋形下好之后 你可以解剖 解剖之后发现呢 局部来说 确实是黑棋过错大一点 第一步你就是拆了一 居然你还花了一招棋去走这个 是不是啊 但是呢 紧接着白棋下了一个大恶手 因为如果不是这个的话 将来这个画个示意图啊 如果没有那个交换 将来什么时候 它还要吃你呢 都有可能 因此你这两招的交换是巨亏 饿损这个 对 那么究竟怎么样 这个值得思考 但是这个话题是没有结论的啊 然后我们要回看一下 小秋 我觉得回看一下给大家呢 在就像写文章 这个发文件 写几个关键词一样 这个关键词呢 就是变化 千变万化 怎么变的 这段我给大家叙述一下 我们已知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这招棋 陈耀叶的这招棋 它是为这个扭断了之后 这个增子呢 设置一个安排 是吧 来左右 黑棋进行那种选择 你说黑棋我抬杠 我就下这个 你走这个 行 我那个不行了 我下这个行不行了 我下这个不是也行吗 如果说这个地方黑棋烧亏一点 不一定 如果说它烧亏一点 那么您这个一定是便宜吗 您不是也烧亏吗 对 全局来说不是也平衡的吗 这是其一 就思考方法上来说 这样去思考很好 其二 小球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你走这个要限制我那个 是不是啊 我呢 干脆不理你了 我走这个 我在你这个之前 我就先让你一表态 这就乱了 对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 现代气啊 它经常启发我们 你说这样一来 我们发现盘上有三个大的头绪 第一个头绪 是这个断了之后 这个定式怎么演变 双方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第二一个 当它来监冲的时候 这一代我是不是要直接应付 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 第三个 就是按下了葫芦 飘起了条啊 按下了葫芦 飘起了条 然后我突然另起炉灶 又出现了新的文字 这边还没定行 我给你拿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想呢 我看了这段期 就是想给大家报告的 我们大家下围棋的时候 如果你打个引号 唯恐天下不乱 你就希望满盆子 都是葫芦 都是瓢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机会非常好 千头万绪 这一碰又出来了 它是上班还是下班 然后我反班了之后怎么样 或者是它不理我 我在那边定行 但是我也给它搬到这又怎么样 然后这个地方还悬而未决 你说这个棋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想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力量的下法 你要对自己的乱战的力量 很有信心才可以这样下 比如说对王老师的时候 不要这样 这个我说不行 你给我一撞我就晕了 主要是给大家 我觉得我们欣赏棋局啊 小球能够让大家这样来看就好 因为如果你的鼻子始终被两位高手牵着走 他们走到哪我看到哪呢 也是一种 但是难道我们加入一些自己的看法不是更好吗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实战呢 它就是黑棋叫吃 白棋挡 白棋挡 黑棋踢 白棋再挡 黑棋把这个扒了 扒了 然后白棋呢 陈亚叶进入这儿 黑棋跳 这个也正常 白棋再走 到这儿呢 小球我感到 因为陈亚叶九段 它的棋是比较注重实地的 对 他非常喜欢实地 非常喜欢实地 所以我看到他这招棋的时候 我在想一下陈亚叶还是有些变化 他现在 我先给大家报告我的印象 我觉得在现代我们职业棋界满盘 满城皆是黄金甲 满盘都是杀气腾腾这样的棋的大潮当中 陈亚叶九段很有可能 领衔走出一条不战而胜的路 至少我个人对他寄予期望 那么他非常注重实地 一看他这招棋 我就觉得陈亚叶就有变 他注重全局了 因为按照过去 我们印象中陈亚叶的印象 下沉这样之后 他不会让你这么舒服就成空的 先把你的脚给漏了 对 他是非常想这样来漏的 只不过他现在的全局官 他在惦记着 我虽然把你漏掉 也许黑棋大的方法就给我了之后 我这三个子 他究竟是外事 还是会成为将来人家进攻的目标 远远来这还有一朵花 那么他可能有这些考虑 对 因此他居然 我发现他居然是大大方法的把这个空给人家了 这也令人挺意外的 所以我就想陈亚叶可能他有一些更的一些 更多更宽的一些心理活动 有些思想 也有可能 那么黑棋跳 来就再猜 下边 十月靠 这道题呢 当然要说起来十月是有点问题 这一段我们不说的太多 画个示意图 就是示意图是什么呢 这个靠出来了之后 白棋这块棋基本上就攻不着 这个头呢 你不能被他搬住 但是你藏出来又嫌缓 后来他一般被人挨断就麻烦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待会再议论他这个形状的不好 这个地方可以说十月有点纠结了一点 对 我隆重建议他是下什么呢 小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很厚吗 你这不是很厚 先打入 假设是这样下 长 还是比如说 你退可以 退吧 你退他就飞 他不先冲 你只有焊接 因为先冲了还有个挡 你只能焊接他就煎回去 那这个实地很可观 很可观 你这外事也可以 问题是你外事面前他有一个这个 将来说不定这一代棋子堆砌多了 他对你这个现在的年轻人 他是有想法的 就您白棋这块活透了没有 他还想问问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有外事的时候 你要这个深蛙洞广急凉啊 是不是 你有外事的依托 你就可以刨实地 是 那么如果什么时候 你被白棋把这个补好了 那你这外事的作用就不能直接发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第二一个呢 局部上要走的话 这刀棋我的感觉是应该像这个 而不是靠这个 你看 你走这个它一定是这个 是吧 那你走这个它一定是这个 但你又把这个补给它了 然后再长 又给它了 它是吃还是退 这个是不是很清楚 那么就算它补一个 我也挺纠结 对你补一个 它就随便你来走 将来你这封过来 它都不理你了 感觉上形状应该是这样下 这个食欲在这有点纠结 好我们就得看他们的 它纠结是走 它不是靠这个吗 是吧 人家搬它在长 人家在贴 这个它不能再长了 再长这块其实活的 那人家这个随便补一个都行了 所以它一定要搬 一般这一段 这个不是说黑漆不好 就是不如意黑漆 你看它长是吧 对 白漆跳方 白漆两边的头都是很畅的 而且这边一拆回去 这边一跳方之后 这个活形已经摆出来了 可以说 关键是小学 它待会走这个 你走哪 还有这招 是啊 你就紧其二指头 这两个指是齐筋的时候不好办 是的 按说你不能走这个 它搬过了 嗯 是不是啊 你只能走这个 它待会再一蹲呢 你这烦得不得了 就当你这两个指是齐筋的时候 紧其二指头是齐筋的时候 它的周边这个旗形很难办 你不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人家一团搬过了 对 那么你只能阻住 阻住你还不能这样 你搬 不太亏损了 办完了你不能走这个 它先手拔了 那这边都不用补了 是 难道你还要接吗 小乔你接这里头是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吃谁呀 他一走这个是谁吃谁呀 是吧 你说你这个烦不烦 我算不清楚 我感到黑旗很囚结 是吧 是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十月在这儿可能是稍有问题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旗跳正 对这个跳也是 然后白旗撞 在这儿碰一个 他这刀棋下得很好 那么黑旗马上就反击刺 白旗长 压出来黑旗再搬 白旗搬 黑旗再长 好 黑旗十月一看到 这个一搬 应该是把这个子连骨头带肉吞了 是 是不是不错 我们接着看 他一跳 但问题是这三个子 明显就是一种受工的状态 对 白旗的头已经跳到他前面去了 而且那边如果说黑旗想有什么作为的话 已经不可能了 结果 对 这个带来很多计算的内容 陈阳叶九段 一直对这个局势有掌控 他都 就是说没有必要来试这个 因为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这个 还有根据局势的这个进程的需要来决定 所以他都没有用这个 都没有用 好像犯不着就 这个旗一路走下去 他就好了 当然过程当中有些变化 这个地方呢 下沉这样之后 我们的旗友可能会觉得有点 看起来有点晕 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解剖一下 就发现虽然这个子白旗被黑旗搬进去了 居然白旗不亏 他是怎么回事呢 等于就是这个情况下 我是不建议黑旗现在跳这个 我建议他下别的 下什么呢 你比方说这个也可以考虑 对 我始终 就是这个地方暂时放下不早 你局部没有好结论的时候 先不说 他搬你搬 他吃就给他拔了 你比方这样 搬 连搬 你吃 他就给你拔了 提掉 提掉 他就接上 你这朵花没有我这朵花强 关键是我这三个子对你这两个子有些威胁 就是南边的战场 他发生的一些战事一些线索 可能对于北边 对于中府的将来的选择会有影响 如果一定要说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呢 就是一个局部问题 我局部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就旁敲侧击 从周围去运回 不要直接解决他 或者给他搁一段时间再说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单手不肯定 是吧 小球 但是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您如果能把它分段 下成刚才这个骑情黑气还是挺满意的 是吗 因为他把朵花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将来还可以顶 还是 这局部依然没有活干净 来我们来解剖这个 现在这个骑 球单云他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肯定是恶手嘛 对 我觉得不太好 四个好像人家没有必要粘的地方 你看起来 为什么要往哪儿刺呢 一搬 再搬 对 就都没得说 白旗虎一个无辜吧 白旗虎一个无辜 是不是 不然这个骑不好下 被他一次的话 是 好 接下来我们发现 后来的实战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靠了一个 没有 然后黑旗是 跳 大飞 是吧 白旗是跳 好了 这个也没什么 这会儿呢 那是这两招交换 白旗是亏了 亏多少呢 不太清楚 但是呢 白旗走这个的时候 黑旗走了这个 靠了一个 这就后来的实战 这地方是黑旗拒亏 对 就这个行旗的方向理解 抛之后发现黑旗大亏 这几个子鸡看起来 现在夹在白旗两边 很厚的中间 对 一个人在这仓皇逃窜 很难受 反正是 对 本来要搬出来 好像一副想要攻击他的样子 对 结果没用 结果现在倒过来了 对 但是呢 其一也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通过现在年轻人 他们自由的挥洒 基本上 信手年来记文章 怎么下都可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有启发 就是说围旗其 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 它不是那么简单 你说它这个不好 它就一定不好 因为它是一个辩证的东西 正如我们经常给大家举例 说你一块棋死了 被人家吃掉了 这肯定是错误 肯定不行 但是不一定 它不是百分之百 万分之万的错误 因为以后棋局发展下去 突然棋的另一边 出现一个巨大的结征 它死棋结才多 它死棋变成好事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 确实是谢谢现在这年轻棋手 它们对我们有很多启发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按照一般的 是非标准判断 到现在为止 黑棋确实不太好 没错 觉得白棋战了上风 对 这么一个程度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棋是下了这条 这条棋好手 他跳 等于他大猴脸 然后白棋跳了 那个黑棋小棋 可能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放到这儿 是不是棋有感到有点晕 我们还是把它拉下来 这样不然 这个也不耽误时间 看清楚一点 等于实战是这样 就是当黑棋来震头的时候 我是建议他不要走了 走不好 那么他震头的时候 陈耀岳这招棋下得很鬼 他想借力而行 对 十月干脆就盯着他不放 那么就变成这样 他要反击 对 他在搬 黑棋在长 这时候白棋这个虎正好 就是你没有这个指的时候 他都想虎 你有这个指 这个指当然他能量就降低了 当然黑棋把这个扣住 看起来还可以 但白棋这一跳 这个讲究是有扬长而去的意思 好 黑棋大猴子脸 白棋紧就不少 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 不要立三拆二 不要立三拆三 抬高一路要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你看人家等级分第一的 下的是这个 他能够高的时候 他就高的抬得很高 对 他这个地方 他之所以抬到这里 他现在不惧怕黑棋从这一线进来 因为黑棋现在着急的事 是先处理中间这四个字 那等到你处理完了 你也没功夫下那个 对 你把它逼急了 当然他也可以给你看这个 其实这个白棋 这个都是比较稳 陈阳一他有感觉 这个其实可以 我们按照能量守恒来说也是 因为这个地方白 黑棋是多花了一招棋 他是下了拆一之后又下了一个虎 多花了一招棋 多投资了一招棋 尽管厚 所以全局的实控 应该是白棋怎么着也不会差 是 因为黑棋在这一代厚是厚 但是稍微有点慢 对 后来又要把这些抡出来 和这个后能够组合起来 行 那么白棋还没有到用这把刀的时候 形势不错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棋肩 黑棋小肩 这地方我发现 通过这盘棋十月 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力量很强 藤膜的功夫很好 没错 但是通过这盘棋 还是希望他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思路有的时候要转换 我们接着看 那么陈耀业这招棋一靠 作为职业高手来说 这一靠他想干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十月肯定要搬 然后就是下一靠 再一靠 就是下边这一靠 对 这个是对于高手来说 在小肩的扭杀当中 基本上是定势 以下的变化基本上是定势 就是你找到他这一鼓 你不能打了 他双叫吃 你必须要补 后来他两边就很难补 补了之后被陈耀业就紧紧地缠住 所以我就觉得十月这个地方 我一看了觉得那么灵动的小伙子 可能这个主将战 这两支队伍的主将战太重要了 主将战确实是不太好下 他有这个心理作用可能 没错 因为到现在为止 就我们看整盘棋的下巴 白棋是非常流畅的 但是黑棋在这个地方就有点勉强 纠结 有点叫做胶制 这是以前给大家说到过的 胶水的胶 停滞的制 是中国古谱徐兴有写的 这个尖山唐异谱当中用的一个词 胶制 我今天又长知识了 对 就是胶水的胶 停滞的制 就是你这个机器没运转 快总是 那么这个地方就很明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黑棋就很被动了 我就在想什么 小球 就你要灵动一点 一下子这样都知道肯定是这样 算了 你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怎么办呢 恰恰在有些时候 你一直跟着他印得非常难受的时候 如果你拖鲜就没有那个难受 就这个思路一定要有 所以我还是建议他要到这来 王老师这个念念不忘 他怎么一直不走啊 着急 这几个你大不了 都是朋友 他吃了完了 关键他以后他下一步吃 还吃不到很好 就是你要要的时候 你很纠结 你真的不要了 放弃了 他怎么吃还是个问题 因为他吃这个 他嫌这个效率还低了 以后这一口吃 这还要闷进去 那么他想这样吃 刚才他搬了这个 他挤这个你不能动 现在他要吃到这的时候 你就抡起来给他一下 他一接你又可以不理了 所以这边要把他紧紧地抓住 主要是 以下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要这样来想 对 这是一种思路 对 他一走一般就把这个花给他拔了 我把这个接上 刚才给大家摆过这个图 不管这个行不行 实战我看 十月这个下方 我就替他着急得 我们接着往下看 急死了 你看陈耀叶叶鼓 这个当然不能动了 双脚吃你必须补 怎么补啊 你补这个你要断 对 这跟刚才还不一样 你不能说人家挤的时候 现在我想气再气点 就不能气了 就他已经没法气了 对 这不能气 这多花了一招气 是 而且你如果接在这儿呢 人家立刻就给你断掉了 就断掉吃掉 因为你刚才你直接不要还没死 你花了一招气 人家一断倒死了 你说你是多亏啊 还不如不要 因此这个地方它只有火 这个火 完全接下来的下方 完全这 你看陈耀叶的 就掌控当中 他还很幽默 先刺你一下 其实他这个不用刺 他先打也行 因为总是他的 对 他很幽默 你不难动 那么你只能接 接上 然后再爬 一起打吃 黑气打吃对 白气跳 因为你这个必须补 哎呀 这个形状小球啊 就像一个火箭的一样 像一个卫星的图形 我就在想那个 十月被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是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痛苦 他也很难受 但是现在已经避免不了了 两个刀把骨 然后一个火箭的形状 尖的形状 这个是雨型 对 这个不好 就大家下棋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下成这个样子 是啊 行 他现在只好先抱持 那么白棋 跳 这白棋下的顺风蛮翻的 这个地方 空得恨不得冲到六路来了 太黑了 他对 有一些下法 这个白棋下的都已经是算比较 就我们一看像行云流水一样 容易理解 其实球单元他也可以考虑打 让你拔了之后 他不能断定 我究竟补哪一个好 他可以到这来适应手 就因为打完这个这块棋 已经绝对没问题了 因此他这个适应手 像你这些都是后手 如果需要的话 他都可以不理你 对 所以本来可以这样 然后根据你的下棋 也许他这个拔了 他下一步是怎么 这样我也可以全部围上 但是这个如果不交换 这个有点危险 我这个是随便举例子 你就说全部是你的空 待会人家来适应手的时候 你也很难受 因此要说白棋要追求的话 要追求最高效率的话 招法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陈耀印没有追求最高效率 他就是稳稳当当的推进就行 跳一个 本身也有先手 马上这个子要跑出来 对 但是也是挺好的一般棋 白棋斑 黑棋靠在这 对 如果说这样再补的话 就太和华了 太和华了 对 本来应该是这样 这是本型 也就是这样 本来这个是一般分寸 这是行情 但是现在 一个是这个问题后 第二个形势所迫 所以陈耀印逼迫 10月必须要纠缠它 他惦记的是这个 断在那 一定要断在这 他惦记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 突然有个趋势 刚才小乔 我们很担心这个黑棋 在这一带动手的时候 现在发现中府 它有优势了 对 如果这一带再有棋子 好像它和龙了 它怎么样成空 对 黑棋一个不说靠进去的事 你当人家不空的 还不知道怎么破呢 当然它也有变化 后来它左右登打也很漂亮 10月后来在这一带 是飞檐走壁 其下的漂亮 我们待会可以建训一下 现在先看这个地方的问题 所以他就一定想纠结着白棋 那么陈耀印很鬼 他根本不为所动 长 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对的 对 这招棋给我们广大的棋友的启发 我是这样想小秋 因为我跟棋友交流多 我们很多棋友 他这个思想思维方式 老是飞跃不起来 那么其中一个表现方式 就经常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就是什么呢 我一说肯定我们广大棋友有共鸣的 就是你的对手 如果是高手的话 常常会出现 他在什么地方下棋 你眼睛就跟在什么地方 我一说肯定 我相信大家有共鸣 因此我建议大家 就是以后您要是做得到的话 每一招棋 无论你想选什么 第一选项是拖先不离 他哪怕一招棋高增我一头 要吃我大龙 我的第一选项仍然是不离 就营养成这个习惯之后 这个棋友就一定是可以飞跃了 第一是拖先 不是说非要你拖先 但是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至少你的思路会开阔很多 对于有些男举 这个地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来 你可以想想你拖先行不行 拖先就好 不理他 行 我们看从这一道戏可以体会到一点点这个意思 黑棋跳下去 黑棋跳 对 白棋呢 早就已经想好这个地方 你即使跳下来也没有大的问题 没关系 因为你中间它又哗啦啦要搬出来 你受不了 黑棋双柱 只有双柱 白棋跳过 黑棋跳过 白棋终于跳过了 黑棋冲 是 这底下的空还是围起来挺多的 对 这地方呢 说明了十月的一个心态 就下到这儿呢 十月他作为高手 等级分现在是排名第三 对 是的 就是简直是可以说年纪轻轻 是世界一流的高手 他对于形势已经有预感了 就觉得这个始终还是没有把束缚住 他的东西灯打开 这个陈妖叶宽袍大袖 把他一照啊 他没有抡开 因此这几招起呢 本来是绝对应该保留的 但是他呢 这个心态啊 就在走一步 问一问 走一步问一问 就是有一点纠结这个心态 就是围起的招法 是说明人的这个心情的 因此呢 不仅仅是这两个冲了 接下来还要冲 就是十月他下棋 年轻人啊 他那种已经有一点点烦躁的 这种线索就出来了 他当然这个也是适应手了 但是这几招啊 又这个可以说损了好几个劫裁啊 是吧 他就断 适应手 这个白棋当然硬 好 黑棋一看 暂时不走了 回到左边 大跳下去 大跳 白棋靠 白棋这个警惕性很高 现在这个局面呢 基本上进入了 陈耀业擅长的 他领先一些 然后来控制这个局势的 这么一种格局 黑棋下这个白棋要小心 你如果 以麻木被他一点三三的话 这个棋有点讨厌 他这个断棋作用了 对 因为这个打完了可以爬回来 对 因为他这个点三三呢 很有可能会成为先手 哇 那太巨大了 对 反正很大 这个本来呢 倒是这个飞也是很想下了一招 就如果这个棋是军事 双方差不多的话 那么白棋会考虑这些棋 这个瘟疫手很讨厌 你不应难 他下一步再压过来 是吧 这一压过来不得了 这一压过来不得了 这一压是先手啊 要不然的话 而且你行崩了 对啊 被闷死了已经 这整块都死掉了 你尝这个 他最幽默的是 再压你这个 你就看着嗷嗷叫了 这棋没法硬 硬了也没有眼味 痛苦 因此呢 本来他可以飞 那么你一尝 他不理了 他该走什么走 但是这一棋呢 陈阳也都没有下 他就直接下这个 他就是想要控制局势 我们看 黑棋一般 白棋当然鼓住 对 黑棋下立 看起来叙叙花花的 这好像是有一些东西啊 但是白棋下一招走这个 对 这个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的地方 因为后半盘的控制局面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经常这优势的棋下下 可能觉得好像就不见得了 对 再下滑就越来越乱了这棋 对 所以为什么他们能成为一流高手 就是因为他优势的棋能够稳稳地拿下来 对 他拿下来的几率比较高 虽然他们也经常输掉的时期 这总是很难免的啊 是 这道理很好 正如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话叫夺取政权 不如巩固政权这么辛苦 是 下期也是 你把这个优势转换成圣势 这个是最难的 太难了 现在我们一看要复盘 复到这就可以 所以不知道小学你过去经历过吗 我们小时候经历过 复盘复到这 然后就大手一挥 就是高手大手一挥 这一期不用复了 白棋已经赢了 对 输多了 所以这个地方设备成 这你还敢进来 不用讨论了 是已经输了 好 这是复盘 但是真正实战呢 人家就说这里头是你的东西吗 我一定得跟你拼 如果他给你掏掉的话 意味着你之前的这些棋子的效率 要根据掏掉的程度啊 你棋子的效率不好啊 效率不好 白棋也没有什么空啊 全球不一定赢啊 这个就是优势和盛势之间的一个区别 是的 换句话说 我们要探讨 做科学研究的时候 是说这个地方确实是白棋已经大优 但是实战 在有时间限制的比赛当中 你一遭一下错 你不是就差一气就被人家吃了吗 这个呢 也多多少少反映了现代棋的一些特点 现代棋呢 请我们关心这个围棋形式的棋友啊 注意观察这个现象 就是有些功臣名就的大高手 功臣名就的大高手和这些小年轻碰到一起的时候 如果这个局面进入到混战的局面的这种格局的时候啊 这个大高手就完全没有优势了 因为就像我们待会会涉及到有些计算 你一招齐一算错 那就全部没有意义 对 你复盘的时候可以说这都是你好 但是人家一刷起来说 我走这个你就吃我嘛 那你被他问的 如果你我们继续说复盘啊 复盘的时候老师还说这个去拿下去 拿下去 周围都是人家 你应该早一点防备 他就说我告诉你应该早一点防备 你早就应该来 对 当然人家已经合围了你再来 你这不是抬杠吗 但是实战当时人家说我不是抬杠 我现在只有这样下 要不然我就认输 好我们接着看 很有意思啊 所以黑起来说 他一定要在里面拼搏一下 要不然控肯定是不够了 我们接着看 他先靠这个 靠 但是程雅仁当然给他扳断 他必须冲这个 因为你这个没有意义 他接先手 下一步冲下来哗啦啦 他必须冲 断的 接上 可以去接住 现在我们的围棋 尤其是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 围甲联赛的围棋 真的是太好 每一场那么20多盘棋 盘盘棋都有很多味道 现在年轻人真棒 但是这说呢 不能捧杀他们 不是说他们已经好像就等于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啦 怎么样 独孤求败了 也不是 但是那确实很好 是 好 我们看他下一招盖住 他这棋 小球我们要用缩复盘啊 你走这个 然后他走这个 就全部围上吧 然后你尖三三他就硬嘛 就开始鼠目 一鼠目呢 发现黑棋输多了 对 哈哈 好 我们接着看 非常精彩 黑棋在这里拼命一搏 碰 碰进去 这一碰作为现实问题 这个白棋就必须要很慎重 我的第一杆呢 是一尝也可以 是啊 一尝可以人家就再跳 对 是可以 那么你就吃我 你走他就猴子脸出去 你就吃我 这也不一定啊 真的不一定 对 好 那么陈阳叶在十月碰进来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考虑选择行器的方向 他要控制危机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他就认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呢 白棋拆二加这几个子嘛 随便你怎么变 问题不太大 所以他的行器方向要固计这一代 这两个子发生什么纠缠了之后 被他切进去不行 因此我们看到啊 他斑 黑棋棋冲断出生 一定是咔嚓 扭断 十字 黑棋还跟这一代有联系 对 所以刚才我用了一个词 叫飞檐走壁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十月确实这个功夫了得 那么陈阳叶 他这个打持和这个打啊 这两招啊 在扭杀战当中 这两招基本上是 顾计这两个子的下方 他的思路是这个 但是现在呢 我就没法用语言 把这个说得太清楚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他这个下方反而是为了顾这个 对 看起来就是 这两个子呢 现在已经很难在动了 因为你拐我就长嘛 你的总共三七级 你要唱不出什么花样来 对 还有一个 为什么我这么说 他是顾虑这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行器来说 本来他这个是最厉害的 就叫吃这个你必须长 然后再爬 这个呢 黑旗的灯打 在这一带就不能动了 但是他也讨厌他这个 对 所以呢 就是本来最严厉的是这个 可是陈阳叶觉得 这一状 你只好走这边 被他这一帮 他这一带有点不舒服 或者是下班 因此他才先把你这个子 火种给你往下拍 然后让你这个 招不起火来 他是这个意思 他想把你紧紧的摁阻 不让你动弹 对 这个就用语言来说 就很苍白了 大家就只有去体会了 是 因为围棋有好的东西 小秋 我们都感受到 它是只能意会 你说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 就有这种感觉 就像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 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 就像你看毕加索的话 其实每个人见仁见智 你所理解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但是有朋友说 你说到底有谁能看懂呢 我说好像这个问题很难会 反正我不喜欢 我西方那些东西 我都不喜欢 是这样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有好的东西 它是什么呢 你说你一开口就过分了 你一开口就过了 你不说呢又存在 对 就这种感觉 我们大伙可以感受一下 那么在围棋盘上 这种事更多 就是你一开口就过了 你比如说小秀 我说一声 我说谢谢你 你说又哪用得着谢 这种呢 不用说谢 说谢 说出来过了 但是你不说呢 确实又有一种 对人家心存感谢的 这样一种意思 是吧 这个就是 也是我们围棋盘上的妙威 这个就不抡开了 说了 行 这个地方我们接着看 黑棋在这儿靠 对 黑棋在这儿靠 对 那边呢 显然一时半会儿 它是走不出什么招来的 对 所以要在这边呢 寻求一些 对 深冬即西啊 飞檐走壁 冬敲西击 那么白棋下一道斑 这儿再来一个扭十字 哎呦 这棋 哎呀 很漂亮啊 这个白棋当然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 会被它扭晕了 吃这个也行 这棋也不一定输啊 白棋不一定输 那么黑棋当然就上边吃 拍出来 如果说你提掉 那么它把这个 它把这个吃掉 它把这三样吃掉 是 这样呢 你收下去 大概也是能下的啊 但黑棋很成功 对啊 这靠进去能下成这样的话 太成功了 实在是 对 行 我们看啊 那么它一扭断 好 这会儿以下的变好 我们发现这陈耀逸啊 是 确实现在成熟多了 对 它在这里下的还是挺撑的 对 它要求把你先 死进来的 我先把你吃掉 这个先吃掉 但是十月当然也很漂亮 叫吃 叫吃 尝 再弯吃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尝了 这个时候不能尝了 嗯 这个时候再尝的话 被人家一顶打就出声了 对 它就是左右一 一会合 是不是啊 那个地方爬可能爬不到了啊 这个不好吃 这个棋至少不好吃 没有什么把握 一顶鼻子就有点麻烦 是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呢 陈耀逸的下一招他就是吃这个 顶打 顶打 那么这一代呢 黑棋看起来就必须要付出代价了 让白棋吃了 但还把这个拔掉的时候 是很爽的一招 是吧 嗯 这一招的另外一个下方是点刺这个 但是他拼胜负的时候 他必须要下得很凶 就点刺这个 点刺的话 白棋是不是就长一个算了 普通情况下黑棋这个也算一种拼拨 但是现在呢 十月必须把这个面拼拨的面弄得大一些啊 是 好 他提掉 提掉 成要也跳 冲一个 这个很精彩 这个力量不够 白棋如果力量不够 这个棋你要云捡就千难万 一会儿就被他弄晕了 家 所以这个十月就很擅长在这种地方 无事生非 你觉得不可能出棋的地方 你这不是才一个眼吗 嗯 但是他总能给你折腾出点事来 这围棋真的太好玩了 那么下一步 冲 一尝 再一冲 接上 哇 这个棋能够这样接的这个棋手 就是 小秋啊 我觉得这盘棋呢 一个是白棋这个挺头 可以启放我们大家啊 拖鲜是最好的 对 还有这个棋啊 确实让人想到一个这个词儿 一个成语或者说一个词组叫大智若鱼 就是该走渔行的时候啊 高手是根本不忌讳的 对 你看这个棋 在我的思路当中 我都觉得有这个 我肯定在考虑要补吗 也是补这个 是不是啊 所以陈阳玥这个表现真是不错 是 他大具为重 他是走在这儿 他连这一代可能出现的东西 他都 他都尽量提防的 因为接下来的变化呢很清楚 两位高手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黑棋肯定是活了 嗯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就下这种棋啊 尤其在实战当中 他下棋的比赛 尤其他们这个精力智能手机杯 这个维甲联赛的主将战 他分量很重很重 对 有的是关系到一个队的夺冠或者降组 没错 很重的 比我们看这个棋谱看上去的时候要重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棋手啊 他的投入情况不一样 如果他心态不是很好 不能完全解决好这些问题的话 是很难的 是很难 银盘其身的很难 好 我们接着看是怎么回事 飞棋团 这十月一行下到最好了 妙手手筋满天飞啊 打吃 打吃 白棋当然是长啊 是 下一步他是送死的这一招 你说这样的棋 你不给他定成妙手 应该定成什么 送死 是 是不是 他先断一个 嗯 这部棋还是下棋好 你说你这不是送死吗 怎么回事 一拐档 对 这不打 好像打这个 哎 打哪一个好 打这个也行 也行 就是从保留的角度来说 打这个好像更好 打这个也挺好 嗯 你必须要跑嘛 是 再打 算是一打 反正你这两个子是不能死 这两个子 你死了就不像话了 对 你一走他有弯吃 你一走他有弯吃 对 这个 争吊了 这真是太奇怪了 这个棋被争吊了 四周都是自己的人 然后一大传棋被人家争吊了 嗯 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妙手 是 所以他这个真棒 但是呢 更妙的是 你有妙手 也没关系 这个棋活了 居然没关系 这是更意外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棋打在上面 打在上头 黑棋这一路都打 又是妙手的 这样他居然能活了 这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这个地方呢 而且呢 你看活得很大 在白棋这个 从围当中 这么坚硬的地方 居然能活出一块棋来 下一步一提活透了 你如果要接这个 他弯吃先手 他回家了 对 所以他活了 而且活了 看这个地方好像被 黑棋掏的皮包骨啊 是 究竟怎么样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这棋很精彩 白棋依然很冷静的收官 这个挡巨大 挡巨大 我不挡 被他点散散 这个也是要 痛死了 太大了 行 黑棋下一招又爽急 所以我估计下到这 如果读秒的话 十月会不会一瞬间 觉得这个棋已经异转了 因为他这个爽急 他这个先手 把这个脚给夺了 对 黑棋 你看你如果要接这个的话 白棋它二二一走 它是活棋 这个棋是近活 是 那么黑棋当然是先走 你先走这个 是吧 你先走这个 那么白棋呢 你还得 回去 这个先手便宜 很惨 这个双方又是 这个很精妙的一个切磋 这样应该说黑棋获利很多 待会我们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 结果黑棋下一招 这个切磋 这个尖 看起来奇怪 我们大会一看 觉得好像一接 好像就完了 这样呢 是黑棋就先手便宜了 对 但是呢黑棋这个先手便宜 白棋又阻挡不了 它一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不走这个小区 它有什么区 它有靠下去 对 它有这个 单靠这边好一点 因为你可以顶了搬过 我允许你搬过 但是我要欺负你一下 对 观众亏了 亏了好几目 对 因此黑棋先来问一下 是 黑棋先尖掉这一下 它就没有这个靠了 就没有这个靠了 请大家注意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是 差好多目呢 对 当然白棋也下得很好 白棋先顶它 离退 然后白棋再走这个 再顶了一下 顶了一下 白棋顶了一下 再连回去 但是总的评估 黑棋还是便宜了 是啊 它等于说先手 把这个脚给全收住了 对 哎呀 这个骑士下得很好 不仅把这个掏了 脚上还先手得了 让人家去连 但是居然很奇怪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把这个拐打 这个太大了 是 因为如果不走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他一提是活 不然就拐过 但是待会白棋走 这个你怎么办 我很担心 他的脚上会出问题 对 或者是这个 是吧 因为他这一代就有先手 就白棋的这一代 这一代就有先手 所以这个又是 简直太大了 这个跟那个 如果邱丹云 你算一下 这两个谁大 不知道 这个用得上 我们经常调侃 为其变化的一个说法 就是这两个究竟谁大呢 用超级计算机来计算 每秒上千亿次的来计算 恐怕都很难得到结论 就这两张 各有多少目 谁大 这是算不出来的 只能凭感觉 真是 这个怎么算得轻 这个怎么算得轻 算不轻 我这一说 可能有些旗友当中 特别会电脑 会计算机的肯定 有机会我 回去试一下 会教我一下 这个计算机 每秒运算 超过千亿次的 那算得出来 可能算得出来 所以这个算 我们一把胃精 吃 这个太大 黑棋拐打 来起街上 黑棋在渡过 爬过 对 这样不仅仅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连边带脚全部过了 待会我们给大家判断形势 好 陈牙液不温不火 下面一刀棋 咔嚓 是吧 把这个断了 这个也巨大 这个木数比较好算 相对好算多的比这个 但是要精确到16分之1木这个程度 我觉得也很难 算了 这个就不渲染了 就要吃 接上 接上 黑棋打吃 这个只有给它吃了 没办法 白棋就要吃 黑棋打吃 黑棋再打吃 白棋提掉 提掉 黑棋这个中间按理说应该要补了 对 跳在这 但是一看 哎呦大眼 你看 好像黑压压的一片 后来再一琢磨 味道不好 你都还有事 这里面不管怎么说 人家一班 你只知道 至少是已经退到这了 对 别的不说吧 不过还不说 我打吃完了什么连班之类的手法 对 然后这还能冲进来 是 但是这个怎么定型 仍然是个问题 我们看 如果是马达哈的话 这个白棋下一招是 是不是 他跳了 如果马达哈 他就拿着一把东西 我这一堆有多少木 我这一堆苹果多少钱 如果马达哈的算的话 我们来马马呼呼算一下 246810121416 这个地方不算了吗 182224 抽一个先手 2526 25木肯定是有的 25木 然后35 4042 4446 4855 25456 586 1626 466 这个十木棋总是有的 76 多一些 76多一些 在数白棋的空间 10 12 14 16 18 28 30 32 34 36 38 40木棋 42 44 45 46 47 48 49 50 52 54 56 58 60 62 63 64 65 66 67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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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数完这块往那块 我就数不清楚了 因此很佩服他们年轻的职业高手 30秒就可以把木 双方的木数得很清楚 那么这是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发现这个定型的时候啊 要判断形式定型的时候 如果您粗糙的话 这个数字啊 出入就大了 可能一出入 你就连十木都不知道 差距很大 因为有很多手法 你可能没有看到 是啊 还有呢 就是很多棋 你可能都没有想到 那就麻烦了 我们接着看啊 有了这些印象之后 初一看好像黑棋还不错 对 但以下高手一定行 我们发现这个黑棋确实是苏棋 而且这盘棋黑棋早就是苏棋 这么漂亮的下完之后还是苏棋 这里已经便宜了很多了 对 但是我们来总结的时候呢 会总结到续盘到中盘 再重新总结一下 好 我们现在接种一下看 黑棋这里扳了一下 黑棋扳 这个扳已经比较细了 防了这个了啊 然后把这个挡住了 然后把这个挡住 然后前面也冲 把这个冲掉 然后白棋托 这一招棋漂亮 你看普通 刚才我们算木算成这儿 然后没毛胡子一把抓 这儿多少木多少木 人家这一托呢 您只能退让的话 又差了四木棋 他这能扳这个吗 对 你当然可以扳 人家有这个长啊 是吧 他有这个长啊 你必须接啊 当然了 这个怎么能不行呢 你要扳是可以的 他也扳你 你一挡 他叫吃先手一连 这个杀器 谁吃谁都搞不清楚 就算他死了 他也便宜了 那不行 你只能接 那这个接怎么玩 三三一靠这怎么玩 随大这块空 因此呢 十月长探一身 这个是陈牙业非常擅长的地方 只有退缩 这一退缩 人家退回去先手 一不留 哇 哎呦 这是被欺负 受不了 你补还不好补 最后他只好补在这 补在这呢 这个装在人家兜里了 这差好多木球了已经 好 我们接着看吧 是 这个陈牙业的这些地方 是下得非常好 下来就是这个吧 是 这个也漂亮 黑棋只好挤 白棋在街上 就是把我刚才 给大家报告的这个说法 再重新 重新报告一下 对 因为你不补 假设有棋 一补的时候 它一路搬你一下 这个能不难打 我觉得跟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 提这问题都有点愚昧了 我相信大家都懂 脚上有打击火 所以他只能退 就是刚才给大家说到 我觉得呢 或者是我希望 在现在啊 大家都是盘上的战士 都是这个战斗人员的情况下呢 能有一个高手 或者是几位高手出现是 宽袍大秀 不战而胜的 至少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那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有看出很清楚的 这个现象啊 没有发现 但是我觉得陈耀业有可能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盘上 都是必须要针尖对卖盲 都要刺刀剑红的话 这个围棋又窄了 是不是 它一定有既有敢于摊牌的 敢于跟你干的 同时呢 也有绕开你的 这个取线 取线取胜 下下就赢了 一定是两种风格都有才好 是吧 因此我觉得陈耀业九段有可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一搬完一退 然后这个后边罐子很精彩了 把这个扳掉 扳掉 也退 这个他已经赢了 他知道已经赢了 但是十月当然还要坚持 叫吃 我觉得十月应该已经看见了 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 但是呢 这棋主将战嘛 还要往下下 有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好认输 好 那么白棋冲 这里头有棋 但是这个棋呢 黑棋也可以给他扛住 这个很重要 假如说他接上的话 接上 那这就很简单了 是吧 冲过来 你只能断 黑棋断掉 然后他把你一咔嚓的时候 你不能动了 这已经完全出问题了 对 冲吃他一打就行 一打吃 他就反叫吃 你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因此一下是必然的 对 这个就是下下而已了 当然黑棋也很清楚 他就是下下而已 但是话虽如此 下下而已 我也没很好的认输的台阶 你走一招 我走一招 走下去 如果优势方 犯了错误的话 这个棋也会变 这样的例子也有 叫吃 白棋立 然后再叫吃 再打吃 他提过来 提掉了 黑棋找一个截 断了 断 这个白棋是任何截都要印的 提掉 但是这个棋如果黑棋是无条件打胜 就是完全 比如白棋随便收一个一般的棺子 比如说冲一个吧 他就提掉了 接上他提掉 对 那就不行 那这棋就细了 话虽如此 所谓对高手来说胜负已定 往往是说 就是两三目的差距 只不过这个差距很难捞回来 没错 现在该白棋找结 他找了一个很漂亮 这个不 就这招棋漂亮 但是不是最漂亮 就是这招棋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陈耀岳他肯定 这一局当中感到遗憾的 就是这个找结材 虽然赢定了 他应该找这个 找这个结是最妖怪的 这招棋一下了 那简直黑棋就应该认输了 他妙在哪 小球 你不能退 退还有结材 不是 你一退 他收官的时候 这个六目是先手 他下一步一扑一扑一打 把你打死了 所以你肯定不能退 没有打死 一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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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官子就完全不一样 差很远 而且他也没花钱 是吧 所以他这个不能退 不能退 那你找什么 你不能不硬 他一扳就活了 因为你在随便找什么 他再一尖嘛 你再一点 他再一碰嘛 就要活了 因此呢 你不能退 你肯定不肯退 官子亏了 那么你必须走这个 或者走这个 那他这个结材就没完了 那所有的结材都可以撑住 对 因此呢 这一招棋呢 它是一目都没损 但是它的味道不够 拖在那儿更好 拖在这儿 这个才是妖怪 这个才妖怪 像王老师学跳 最短是太妙了 陈耀燕这个是有点厉害 但是呢 这个是 就是0.01的美中部族都不到 就只不过呢 就是说这味道 我非常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行 我们接着再看一下 就可以做结论了 不知道这陈耀燕是不是独秒了 所以没有下到二鲁托 所以请大家看 我们今天智能手机 被这维甲联赛赛场上 这个棋多么耐人寻味啊 真是很好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他 这棋王老师 我觉得很奇怪 他如果找结 为什么不是打吃的呢 如果从木树上来看 打吃显然比立了打吃 没有没有 他没有立了好 如果都要硬的话 立了你走再一打两个结 这个呢 你打他提下一个还是结 这个不是绝对的结材 有可能是不是结材 对 但是这个都无关紧要了 因为陈耀燕他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 他现在就直接解销了 那么十月吃这个是不够的 他把这个一拔掉就赢了 是 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做过形式判断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盘棋非常好 尤其对我来说啊 我看到一点点这个影子 因为确实希望要出现一个大高手 不用打仗 不用打架 你这个棋就是不够 当然你在非常无理的地方 给我挑战 我必须办你 他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认为陈耀燕也有可能 那么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 再总结一下这盘棋 是 非常好 他是十月拼得也很猛 尤其这一带下的也很漂亮 以为他在这一带冲进去 能够把这个形式扳回来很多 至少是能够下的差不多 但是没想到这个后半盘 陈耀燕收了两招之后 这棋立刻就不行了 那只能说他原来就不太行了 这棋 对 要总结一下 我觉得请我们广大企有考虑这个 第一个是左边 拔了一朵花 一开始 对 它的由来 逻辑性在这 白旗这个引针 它逻辑性在这 希望大家复习一下 同时愿意挖掘一下的 这个拔花是不是便宜要挖掘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这一线黑棋下棋 过于纠结 应该早一点 一个锄头挖到下面来 这王老强烈推荐 对 这个才对拔花是一种尊重 是的 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盘棋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棋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收看 再见 好 再次感谢二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帮助到这种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的节目